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爷 我们来试一试 好 王爷的四肢的背影 我测试了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可此人 为何会与张太医如此打斗 张太医黏鱼六许 又无功夫在身 一道重击将他制服并非难事 怎会费如此周长 我知道了 她是要先把张太医在床榻上捂晕过去 然后再吊在房梁上 这样看起来就和吊死没什么区别了 我在死者的鼻子里发现了一些白色的唏嘘 我还纳闷那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就是棉被里的棉絮 它一定是在被捂住口鼻时奋力挣扎吸进去的 可是 发现死者的人 明明是看到死者当着他们的面揣凳子的 我听说 他们发现的时候 死者还掉在梁上直晃道呢 如果他真是这样被杀死的话 那那两名发现死者的太医 是不是就撒谎了呢